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身单边厚度仅为5.4毫米 核心配置上 欢迎MATAX搭载了华为首款7nm5G多摩芯片805L-70980 支持55W超级快充 30分钟充电85% 类似1500毫安式大电池配备双卡设计 分别支持4G和5G网络 相机方面搭载了4000万像素超级感光摄像头 800万像素长焦镜头 支持OS光学防导 1600万像素超光脚镜头 3D深度感知摄像头 支持专业级的虚化效果 而该机的国行售价为16999元起 将于11月15日开售 看完价格作为极客的你想来一台吗 昨天才提到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奇预测iPhone SE2的大部分信息 而今天iPhone Insider就有报道 LG Display可能成为苹果iPhone SE2的屏幕供应商 消息称LG Display正在与苹果公司进行最后的质量检查 以确保这些面板的质量足够高 可以用于这款廉价设备的生产线 消息达成后 LG Display将修改其模块制造设备 发现消息人士认为 苹果最初的订单将是小规模的 而此前LG Display为更昂贵的iPhone型号提供过LCD屏 当时使用的是大规模生产设施 这些消息都表明了iPhone SE2快要来了 据悉光明奇报告预测 苹果将在2020年Q1发售价较低的iPhone SE2 大部分外观设计与硬件规格与iPhone 8相似 最明显的规格升级为配备了A43处理机与3GB的LPDDR4X内存 而售价将会从399美元起 约合人民币2800元 信机到底是小屏奇姐 还是为上一代iPhone模具清库存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据之前爆料称 小米在10月底还有一场新品发布会 主角将是手机新品 结合以往的爆料 传闻中的小米MIX4或者小米CC9 Pro手机将正式发布 与此同时 在这场发布会上还可能同时发布小米电视5新品 小米MIX4在之前就有真机叠照曝光 采用了全曲面屏的设计 没有前置摄像头存在的痕迹视觉上非常的震撼 而在近日 一款型号为M1910F4E的小米新机通过了3C认证 信息显示 该设备由负责康精密电子生产 并且支持30W快速充电功能 而该型号机型应该是小米手机CC9 Pro 消息称 这款手机将采用1.08E像素摄像头和 搭载高通骁龙730G处理器 同一世界 红米电视型号为L40M5RA的红米电视也通过了3C认证 正常上升为佛山群制光电 根据型号来看 这是红米电视的40英寸版本 而关于该电视的外观和配置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不知道开机还有没有广告 三品都爆料的差不多了 现在就坐等发布会了 iPhone 11才上升没几天 现在iPhone 12的消息又来了 爆料人本Gastion放出消息 苹果正在测试几款iPhone 12系列原型机 核心变化与FaceID人脸识别模组有关 由于光学组件的不同 有些将宽度收窄 有些是将高度降低 另外苹果工程师还在测试将5G天线加宽到1毫米以上 来改善信号的收发 天线材质也会放起塑料 或用玻璃、陶瓷或者是蓝宝石 先记得接口方面 闪电和USB-C接口并非重点 未来手机将主要依赖无线充电以及UWD传输技术 而除了手机2020年苹果新品中 还有可能会包含Apple Watch的睡眠跟踪功能 以及首款地域ARM定制的MacBook 那关于新的iPhone 你最期待的功能会是什么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TOP数的关键是Vager 新鲜手机好配件等你来聊 当然了也别忘了扫码关注Vager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